大家好我是旭哥渦卡安 歡迎收看旭哥手遊攻略人 那這是少女迴戰最香最色的手遊 旭哥來做攻略啦 好 那今天這集攻略要講這個呂布的實戰的用法 把這個陣型的組隊啊 PVP啊各種打這個關卡要怎麼使用 那呂布到底強在哪裡 他有沒有這個加9差在哪裡呢 旭哥這集攻略都會非常給大家 其實目前這個加4就非常強力了 那強力的原因呢 旭哥也會詳細的解析 這遊戲最全禮巴馬還有詳細的兌換教學 那旭哥用這個加4的呂布就輕鬆打上了這個白金了 這個時空機都白金 好還沒訂閱頻道呢 記得訂閱頻道隨時觀看旭哥手遊攻略 頻道各種最新的手遊攻略 還有禮巴馬禮品馬兌換馬遊戲也需保需要獨家最新 那旭哥也有設這個旭哥手遊攻略這個少女迴戰的攻略專區 都在頻道首頁 那這邊有超過130部的攻略影片 包含這個角色推進啊各種福利啊密技啊 色色的東西最新的禮巴馬 各種實用的攻略 全部都可以在這邊找到 好那先來領一下這個新的郵件獎勵囉 領起來 哇240元寶 將霸者點數榮譽 時空機鬥獎章 那這個是 旭哥已經打到白金了 然後這個獎章 好那旭哥呢抽了這個 這個UR加旅布啊真的是T10神角 非常非常好用啊在這個實戰上面 那等下影片後面會有一些實戰的一些這個經過都會分享給大家 那這個 目前才加4而已當然他這個練到加9之後可以發揮出最大的威力 因為加9的時候可以開這個天下無雙 直接兩回合無敵 開場的時候 但是沒有加9也是很強啊 巨哥真的沒有加9加4加3就已經超猛了 可能要先衝到加5啦 命輪還差一點點就可以衝到加5 差一點點星光盒 應該可能在 明天就可以衝到加5 那最主要是他這個主動技能1啊非常強這個是百分之百的必暈兩回合 這個你打龍脈爭奪戰啊打這個PVP 時空機鬥啊時空亂武啊 打這種跨斧的這個都非常強力 直接暈兩回合就是直接可以癱瘓掉對方的主力啊 因為他是直接打這個攻擊力最高的這個敵人所以就是 對方主力諸葛亮什麼就直接被暈兩回合沒辦法發揮啊 這招就是他最強大的賣點之一啊 直接暈掉對方的這個主力 所以這隻角色你就拿來就是拿來癱瘓對方的主力就對了 通常都是諸葛亮拿來癱瘓掉諸葛亮那基本上你的贏面就是大概多了大概 可能六七成的 那其他招式的威力也都不錯啦 那俊哥用到 現在的覺得目前發揮最大的是這個 第一招 主動技能1直接避暈兩回合這樣 那他假如把人家打掛兩隻的話還可以發揮這個天下無雙喔 大家不要以為這是沒有加9就沒辦法發揮天下無雙不對 你有這個殷勢的技能狂鬼降勢你只要打掛兩隻對方兩隻的話 獲得四眉弱音你還是可以發動天下無雙的 所以這次常看到PVP這個呂布沒有加9這樣可以發動天下無雙大家記得喔 不用加9就可以發動你只要把對方打掛兩隻就可以發動天下無雙了 殷勢狀態可以發動天下無雙這樣 所以非常好用啊 加4就已經威力非常強了那俊哥目前是給他裝這個 無當英魂 那無當英魂的話讓呂布擺在第1位直接去暈人或是擺在第7位去暈人都不錯 力量就是拿來就是去抓對方的阻力暈就對了看你擺在哪一個位置 最容易暈到對方阻力你可以去實驗一下 去排一下陣型看哪一個位置你最容易暈到對方阻力 或是對方比較強力的攻擊手把他暈下去就對了 比如說像關羽啊像周羽啊 一些他們比較強力的攻擊手 把他暈下去的話那基本上贏面就很大了 好 那目前俊哥這打到這個三套無當英魂了 目前給呂布然後關羽 那周羽用目前最強的憲政 就是憲政目前是俊哥三星最強的 再來呢這個諸葛亮也給他用無當所以整個整整三套無當英魂 那其他像這騰甲也有一個三星啦 大概就是這兩個有三星 所以這個三套無當英魂這個你可以主力可以 很輕鬆的去輪替比如說我可以很輕鬆的去輪替比如說像關羽 可以擺在第一位 然後 呂布也可以擺在第一位基本上就可以 可以辯證可以輕鬆的辯證所以基本上你英魂搭配的好的話呢 你的陣型可以非常的靈活的去使用 那俊哥用這個 呂布呢只有加三而已 然後總戰力5400萬左右 那已經這個在時空機都打出了九連勝了 超爽的就這樣一路刷上來 九連勝一路打上來 而且對方的戰力都比俊哥高啊 俊哥才5300多萬將近5400萬 那對方戰力都比俊哥高 那俊哥用這個呂布 這個超強就一路這樣刷上來 所以這個漁華加呂布其實是真的猛啊 那俊哥是用這個擺在第一位然後用這個無當英魂啊 那可以先發自人那呂布呢可以這個直接暈兩回合真的強 暈完之後呢對方的主力常常會被癱瘓掉 好那無課的俊哥呢在這個時空機都PVP 最後打到了這個白金 那白金又可以領到這個獎勵了 有這個 至尊時空寶箱 那有3%的機會可以拿到這個5000元寶 那6%的機會可以拿到這個50的UR加碎片 又上白金啊 那不知道有沒有機會上鑽石啊 無課應該很難上鑽石 那俊哥就是玩開心的 能上白金就不錯了 無課這樣表現就不錯了 好那講一下這個陣容 那防守陣容的話呢 俊哥目前是把呂布擺在第一位 那後面就是把一些肥料通常這個第一回合就會被秒掉了 那第7位是蠻重要的你可以擺一些比較強力的角色 比如像是周瑜啊或是把呂布擺在第7位也是不錯的 那關羽啊孫全啊這些都盡量把他擺在後面一點 算是比較優秀的角色把他擺在這邊 其實第7位是蠻重要的第7位你可以擺呂布 那可以擺關羽可以擺周瑜 那再把這個防守的話最後面擺諸葛亮 那陣容你可以自己稍微去做調整這樣 就是把你比較主力的輸出第二輸出擺在第7位 算是不錯 之後可能俊哥會把這個呂布換下來換到第7位這樣 那第1位可能會擺關羽 因為關羽列上去的話他的這個坦度會不錯所以可能會這個稍微 變化一下陣型那這個是蠻靈活的因為每一個就是 陣型都有就是相生相克這樣 你可能打某些就是陣型比較吃香啊打某些陣型比較這個 吃虧 那你可以自己去做調整 那這個是目前的序哥打到這個白金的這個防守的陣容 那分享給大家大家可以參考一下 然後自己再去做調整 再分享這遊戲的最全的禮包碼還有詳細的兌換教學攻略 首先點畫面右下角這個搖桿的符號 點進來在畫面的下方呢就可以輸入禮包碼了 D F R I E N D AllFriend然後888 OLD FIEND 888大寫的 按兌換 這可以拿到這個100個這個過往的回憶 這不錯這是彩虹寶物 KOG666 按兌換 然後我們就可以拿到這個10個這個 邀約券的SSR 超讚的 我們就來輸入 VIP大寫的 666 VIP大寫666 按兌換 這個可以拿到10個這個新藥層 然後這個輪迴盒以及這個兩個玉金箱 那下一組 一樣是前面VIP大寫的後面是888 按兌換 那這個有12個這個新藥層 然後8個這個邀約券SSR 可以抽到這個SSR 讚啦 再加上這個 玫瑰花 再來下一個VIP 999 999 怎麼變98 999 那這個可以拿到這個 這個好那大家記得訂閱旭哥 我可能頻道看旭哥手遊攻略 各種最新的手遊攻略 還有少女迴戰 最香最色的手遊攻略 都在頻道 那我們下一集攻略見囉 這個可以拿到這個 然後再加弱 感谢观看